聚集之後啦,其實它其實也沒有不好 只是說呢,怎麼看就覺得說 哇,那部落這麼多啊 老師啊,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多 看了就會覺得整個就覺得很難的感覺 但是如果把這個程式輕減之後 你看起來應該會更加的舒服 所以其實我已經把它輕減成類似像這樣 上面總共有八個步驟啦 不過最後其實重點就只有三個 第一個是康義復 第二個的話呢,其實就是篩選 第三個就是複製 所以其實就把這三個動作做完 那就是剛剛那個八個動作 那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把這 剛剛那個八個變成三個 把它簡化,OK 這個當然以後囉 如果你會錄製的話,你慢慢要思考 如何讓你的聚集變得更精簡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服啦,OK 不過如果實在是還沒那個能力沒關係 你慢慢來 因為這件事情是需要一點經驗的 OK也就是說啦,我一直強調 如果你會之外還要熟練 熟練就熟能生巧 你就知道說哪邊是可以改的 哪邊是不能改的 這個改完城市在第二頁這個地方 其實雲段也有啦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試著改改看 那怎麼改? 其實我們乾脆就拿原來這個來精簡 所以我把剛剛SARB黑名單篩選這一段 頭在SARB,尾巴在SARB 把它複製貼下來 所以會有兩段一樣的 這個跟這個 那名稱當然在VBA裡面的模組 不允許同樣的名稱 所以我們再貼到這個地方的這個名稱 加一個VBA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待會是希望拿這個剛剛錄的東西 來做精簡 那怎麼精簡?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我剛剛有三個嘛 這邊有八個註解 不過呢其實第一件事情實際上是 什麼? COMIF的那個動作 所以呢 第一個動作是 所以啦其實這個切過來 這個不能少啦 所以再切到B2對不對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你切到B2之後要輸入公式 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可以清簡的 也就是說點SLECT B2點SLECT是把優標放B2 它會產生 剛剛是產生一個SELECTION 不過因為只有一個儲存歌 所以它叫ACTIVE SALE 所以以後你看到ACTIVE SALE 就是一個儲存歌 不過跟各位講一樣的道理 這個跟這個喔 是可以delete掉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在B2裡面放公式 不過跟各位講 另外有一個也可以省略 點FORMULA FORMULA R1 C1 這個地方也可以省略 因為不加 它也知道說你要放公式 所以你會發現 哇突然間省了很多東西了 接下來的話後面的公式 你說老師 那這個等於COM IF 黑名單我看得懂 但是R C-1 你會可能會看不懂 那什麼叫R C-1 那其實R C-1 指的就是什麼東西 其實還記得吧 我們剛剛有一個公式 這公式叫什麼 A2嘛 所以其實 它這個R C-1 指的就是A2 OK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 它用R C-1 那其實跟各位講 很簡單的道理 R的話指的是列 C的話指的是藍 所以如果假設你是同一列 那你後面就不會有中刮火 可是如果假如說你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R後面沒有東西 C後面有東西 那表示它不是同一藍 那如果不是同一藍的話 是哪一藍 如果是向右 那就是正的 向左就是負的 所以它指的這個地方 A2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它原來的B藍 在-1就是A藍 但是你會說 老師好複雜 所以這是藍 如果是-1它本來是B 它這個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它在B2對不對 所以同一列的話 所以等於是B2還是第二列 那藍的話 -1的話 那就是A 所以其實A2 你說老師 那這個太難 太難了吧 OK 所以假設你覺得太難 我跟各位講一個方法 你乾脆不要用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實在太難懂的話 你就直接給它什麼 給它這一串就好了 把這個複製什麼取消 然後貼到哪裡 把它貼上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 你直接就把這個公式 把它貼過來就好了 你管它什麼R跟C 如果你不想理解 也不想看懂的話 沒關係 你就直接用這樣子 它就看懂了 那你說為什麼 因為R1、C1這種敘述方法 是給C有看懂的 因為電腦看的跟人不一樣 我們人是看這個 所以你乾脆用這個 因為現在這個程式是給你看的 OK 所以這邊是可以改的 好 所以剛剛把這個什麼 這個東西可以把它簡化 那底下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Selection 不過這一行應該會說 因為我們沒有選任何東西 所以記得 如果Selection 你乾脆直接把Range B2 直接再放到這裡 因為我們是針對 哪一個儲針格向下填滿 那就是B2 所以在B2 讓它向下填滿 到哪裡呢 到B2到B 以前 底下這一行 我剛剛講過 這個是可以拿掉 因為它已經填滿了嘛 你幹嘛還要再把它slate著 不用 所以這一行是可以再把它省略的 所以其實精簡之後 我們概括起來 其實上面這三行 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這個動作 用Conif做查詢 所以我把它取代一下 這個上面名稱 就乾脆是這樣 就是用Conif查詢 並且向下填滿 第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 當然我們已經把它全部查完了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 就是篩選 那篩選怎麼篩選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篩選的話 它錄下來的話 是Range A1到B1000 AutoFuel 其實你其實可以這樣 上面這兩行都可以拿掉 有沒有 只要篩選就好了 而且甚至如果假設 我們現在已經確定 是這個工作表 因為我已經切過來了 所以這個ActiveSale 這個其實也可以不需要加 這樣就OK了 另外的話 如果假設範圍 在這邊其實不用加錢的符號 可是錄製劇集 它就一定會幫你加錢的符號 所以如果假設你覺得 這個錢的符號很礙眼的話 其實也可以把它拿掉 這樣其實就是 我針對這個範圍 去幫我做篩選 AutoFilter 後面的話其實是哪一籃 A籃跟B籃 那就是B籃 然後條件的話就1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更精簡的話 連這個也可以拿掉 如果假設你覺得 看這個有點礙眼 那乾脆你把它拿掉 OK 就是第二籃條件是1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這一行值得篩選 篩選這麼簡單 OK 沒錯 篩選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第二個動作篩選 篩選其實就只有一行 所以篩選的部分 這個就一行 所以篩選就真的一個動作 一行完成 那最後的話要call資料 call什麼資料 因為我把它篩選了 所以這邊理論上 假設是資料裡面篩選 然後篩出只有1的 所以這邊打勾 那我們是做什麼動作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call過去 哪個範圍 就是A1有沒有 ctrl shift向下 然後ctrl c 然後ctrl v到這邊 對不對 可是如果假設 我們剛剛做這些動作 要精簡的話 底下這些都是做那個什麼 複製動作 但是其實如果要是 我們自己寫的話 不用那麼麻煩 你會發現 這個動作 這些是A1 select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可是如果實際上這樣跑的話 你只需要給一個範圍 這個A1 其實到底下應該是A1000 所以你就冒號A1000 OK 然後也不用點slate 其實就是點copy就可以了 OK 那copy之後是不是要貼上 對不對 底下這個也不用貼 其實只要跟他講說 你要把它移到哪裡就OK了 所以copy後面的話 就只要跟他講什麼 你要移到哪一個地方 那我要移的地方是 這個工作表的A1的位置開始 所以呢 你這邊的話 記得要 因為它是跨工作表 所以後面這邊 可能要跟大家多講一個敘述 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它不在同一個工作表 所以後面要call過去的那個地方 那你就要多加一個敘述 我的要call過去的那個地方 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那工作表的名稱叫查詢結果 所以你這邊可能要加一個shits 然後裡面就打一個查詢結果 OK 查詢結果的哪一個儲存格 打錯了 OK 然後 的 哪一個儲存格 那就是A1 這樣 那你說老師不對啊 上面不是有A1到A1簽 為什麼他這邊只要個A1就好了 A1很簡單 你空過去的話 只要跟他講哪個開頭 後面他自己會延伸 你不用跟他講哪個範圍 直接給他A1就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所以這邊複製也本來很多行的一堆 大概五六行 現在只要一行 看一下 這邊OK 對沒錯 call過來 然後這個是複製的 這邊就OK了 完成了 所以第三個一行搞定了 那當然最後我們會希望 call過來之後 我會希望說他順便貼心一點 再幫我切回來 所以最後我要多加一行 什麼呢 幫我把它切回到這個工作表 所以我在加一行叫什麼 suit查詢結果什麼 點什麼啦 切過來就是什麼 點什麼 slate 你看還記得吧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喔 剛剛那些程式 精簡之後變這樣 但是最後一個步驟 最重要 到底會不會成功 不知道 試一下好了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你沒有把握啦 我是建議你按F8 F8 OK 所以第一步先查詢 結果切過去 然後第二步的話 就是有 再把那個 這邊 B2放公式 有沒有 其實好像本來就有公式 所以他應該不會影響 反正他一樣會做這個動作 把這個公式放進去 然後向下填滿 不過已經填滿了啦 所以沒有影響 因為底下都有了 除非說啦 如果假設你要看那個效果 你可能就是要把這個先清掉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不影響 我再把它重跑一下 OK 倒車一下有沒有 輸入上去 向下填滿 OK好 再來的話就篩選 篩選的話就是 把1留下來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裡面的資料 就只會留下1 然後再把資料call到查詢期 查詢期待現在沒有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把它call過去 那你說老師我看不到 欸對 因為還沒切過去 切過去看看 有了 成功了 OK 所以喔 剛剛那個八個步驟 其實最後是可以精簡成 其實就是三個步驟 有沒有 conif 篩選 複製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最後如果把這個 再把它改成這個 這個按右鍵 重新指定到 我們剛剛改了這個 然後把它的名稱複製 貼到這邊來 然後改一下 這樣就OK了 清除 我讓它跑一下 這個因為我剛剛中斷 所以把它清除一下 結果一不一樣 應該也一樣 所以只是說拿這個來精簡的 按一下 但是總會有一個感覺 不太完美的地方 就是它會有這個殘癮的問題 其實之前也這樣 我說沒關係啦 不影響嘛 但從前就覺得 感覺好像有一點瑕疵的感覺 OK 所以他說老師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不要這樣子 好問題 可不可以 可以 怎麼做 待會再看 OK 所以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因為我剛剛是直接拿 這一段有沒有 八個動作 把它複製之後貼到底下 把它精簡成三個動作 至於三個動作裡面的細節 如果假設你來不及記 雲端白板這邊也有 第二頁這邊也有 叫精簡為BBA程式的 完整程式 就這一段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謝謝 謝謝 我們不會有什麼 吧 我們會不會有 照明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